字幕提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稍微有略略出現反彈 可是我們發現那個力道不是很強 那後面怎麼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說了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整個指數找盤 跟昨天好像一樣 又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之後 在整個中場之後 還是稍微有點彈起來 不過目前大賬也只有漲61點左右 可是你會發現 最近的盤勢都比較偏弱 到現在為止 整個量能都沒有完全出來 所以整個台北股是反彈空間也不大 那當然台股這地方 從10月份之前去破前低之後 彈個兩三天左右又壓回 那當然很多人會苦惱 到底這盤現在要怎麼去走 那現在盤怎麼看 好 各位 其實盤會怎麼走 大家這樣 我今天測標已經把答案都寫出來了 因為 昨天美元有壓回 所以美元稍微壓回 照理說 你是比較有利於台北股市的反彈 你注意看嘛 你先看這個地方 美元創新高壓回嘛 對不對 不過這只是短線 當它壓回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兩天的南韓股市都有彈 中國股市也差不多彈兩天嘛 可是你台北股市怎麼搞得談不起來 這原因到底在哪裡 這都是跟整個台北股市 除了籌碼的變化之外 結構面它持續在轉弱 所以這整個台股內部的一個架構 跟整個外部的一些因素 所以我今天的測標還是寫啊 這裡我覺得還是要提防 它會不會再次破底 那當然短線上面有機會看到 是比較有利於反彈那個架構 但是如果說你用一個比較 國際金融或一個比較長期的角度 裡面來看的話 我還是會提防 台北股市會不會盤一盤又上不去 然後再創波段低一點 那這個我們就直接來做解說啦 我們仔細看啦 我知道最近的盤 大家心情可能都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不管你買什麼嘛 你想想看啦 今年下半年 從7月份開始 台股跌下來是有反彈 但是反彈起來又跌下來 這一段過程裡面 我不知道同意你會不會有一個想法啦 找到這裡我賣賣掉就好啦 或這裡賣賣掉就好 這裡賣賣掉就好啦 是不是 那到現在為止呢 一整段這樣子下來 如果你都是一直站在多方的 其實都討不到便宜啦 其實你想想看 我們那時候接近萬八的時候 我就一直叫你賣股票 談起來我也叫你賣啦 我說你不要在這邊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到現在為止 可能你會覺得當初應該聽我的 可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股票市場裡面不是每天都要買 很多時候在攻守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你稍微守一下 那也是一個戰略上面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策略啦 所以股票市場不是天天買 好不好 該買的時候我一定會叫你買 好我們來看盤啦 我一直跟大家講 股市漲跌都有理論依據啦 之前很多老師都說什麼 我的盤感怎麼樣盤感怎麼樣 活著都有感覺 但是如果感覺錯的話呢 都會造成會員死光光真的 所以你要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你去慢慢去做推演 其實如果說我們就先從 比較大的一個方向來看 我前兩天有跟各位講 美國在昨天就禮拜三晚上 他要公佈CPI的指數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好我們來仔細看啦 美國9月的CPI是回升的 月增年增率都高於預期 好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各位你注意看 大概這10年以來 整個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全部往上衝 因為你整個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也都全面往上衝 所以你從整個CPI的指數來看 你會發現 這10年以來的新高嘛 對不對 那你每個月在公佈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裡面 我們會發現到 前幾個月的時候創新高 稍微有點壓回 稍微有一點點壓回 但是昨天公佈的CPI指數 它又上來 這代表說你整個物價 在這個時間點 它是沒有辦法壓抑住的 所以整個通膨的疑慮 它還是存在嘛 好那再來仔細看 除了通膨疑慮存在之外呢 那你這個通膨的疑慮是存在 我要怎麼樣去化解 能不能把它壓低一點 如果物價一直高漲 我說句實話 不管你是哪一國的人 其實對你都是傷害 因為你薪水也沒有增加 是不是 物價要上漲 代表說你的薪水是降低的 對不對 所以聯準會之前你還記得嗎 鮑爾聯準會主席 他一直說這個東西 它是短期現象 之前又一直講 這短期現象 到年底之後 就不會有這種通膨問題 可是現在問題他看錯 對不對 他看錯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 聯準會昨天也公佈了 9月的會議記錄 他就要縮減購債 聯準會縮減購債 最早在11月份就要開始 如果說這一開始的話 到明年年終縮減購債就結束了 那這結束不代表說 就真的什麼都結束了 接下來他就會去做 升息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就從聯準會 最早在11月份 他要縮減購債來看 時間點在哪裡 他11月2號3號左右 要開決策會議了 所以那時候大概最早 就是那個時間點 就要開始準備要去做縮表 那當然因為你要去做這個動作 可能因為你現在是10月14號 後面還有一點點小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到 美元漲多稍微壓回 這很正常 因為時間還不到 但是如果說我們就從 它未來的時程裡面來看 你覺得美元它就不會漲了嗎 不可能嘛 是不是美元還要繼續漲 好所以如果美元要繼續漲的話 那問題就出來了 就是說你整個法人 就是整個外資的操作 它會怎麼去做 同樣你注意看 其實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 其實我們之前都跟各位講過 只是我慢慢的來去看說 我們之前講的對不對 那我現在所看到的國際金融 能不能去佐證我們之前講的 那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雙十節之前我就跟大家講 美元跟美光嘛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對不對 好如果說當你美元過於強勢 那未來的走勢呢 它還是要繼續漲 那你現在回頭來看嘛 當初在8月份的時候 新聞告訴你 連兩個月外資匯出已經開始擴大 到9月份的時候呢 也告訴你 股匯外資大逃殺 10月份也告訴你 外資擴大匯出 這幾天也告訴你 10月份外資是站在賣方的 對不對 好再來呢 昨天我還跟大家講 我們就以上個禮拜來看 外資在上週持續對台灣跟南韓股市 都出現賣超 那你台灣賣出的金額超過13.93億 是淨流出 淨流出金額最大的市場 合不合理 合理嘛 因為你美元還要繼續漲 所以你先來看 美元你還會繼續漲 那照理說這個盤勢 你說它就直穩了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嘛 美元短線的壓回 這只能看短線 因為你最快11月2號3號 聯準會開始準備要縮表 那美元還要繼續衝 那這地方只是說 短線上面它是比較有利於 稍微去做反彈 好 那結構面待會我們再來說 但是你會發現 昨天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 聯準會副主席也說了 一旦開始啟動縮減購債的話 明年年中左右就會結束 那你想想看 現在連我們中央 連我們的央行副總裁都警示要通膨 所以這個問題沒有辦法消失啊 是不是 好 我們再來看啊 那跟通膨比較有關的是什麼 油價 若以近期北海布蘭特原油來看 它根本沒有什麼跌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的通膨 它會不會出現短期現象 不可能啊 所以你聯準會縮減購債的那個動作 它會一直在延續當中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兩天我就有跟各位講啊 停滯性通膨的威脅是大增 所以這整個國際金融裡面的角度來看 這個東西是固定的 所以也沒什麼好辯論 所以未來的盤勢還要留意 美元這邊跟你稍微漲多整理一下 你看之前都漲多整理漲多整理 對不對 你11月份開始要縮表的時候 美元還會再衝高 所以短線上面 台北股市只是有利於它稍微反彈 那目前還是在一個反彈的架構裡面 但是呢 這個反彈強跟弱 除了看美元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啊 美國股市怎麼走 美光怎麼走 好我們再來看啊 之前我就有提醒各位 美光的走勢啊 在8月份是創今年新低嘛 後來盤了快兩個月 那我 我應該最慢上個禮拜我跟他講 應該差不多要分出勝負了 他前提689不可以破 結果呢 這兩天破了嘛 是不是 那代表什麼 你非常半腦底的反彈 它是失敗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 稍微有反彈 可是半年限上不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以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注意看 美股最近的走勢裡面 在結構上面有一點點變化 所謂的變化就是說 跌比較深的股票 他看可能有機會打 因為這反彈空間 我認為應該也不至於太大 比方說高通 因為以美光走弱之後呢 它後面走補跌嘛 補跌下來之後呢 昨天稍微有點點亮 那代表說 看起來有機會稍微跌上反彈 但是這個結構是偏弱的 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 之前比較偏弱勢的股票 昨天臉書也稍微談一下 但是它沒有亮 可是這兩天你要注意 如果說美股的反彈呢 造成一些之前比較強勢的個股呢 它談不上去又跌下來 那就反彈失敗 那美股還會虛弱 因為昨天的蘋果股價 它也跌下來 美股昨天稍微有談一下 結果蘋果股價也跌下來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連強勢的個股都漲不上去 我問你嘛 你臺北股是怎麼漲 你美股怎麼漲 所以如果說我們就從整個國際金融角度來看 危機都沒有解除 我還是必須要這樣子跟你講 因為我知道你希望聽的都是說 這裡就是底部 其實你想想看 這兩三個月以來 你已經聽了好久了 結果到現在為止你也沒淘到便宜 是不是 更何況呢 你本身台北股市的結構出現很大的變化 那到底什麼叫做結構出現很大的變化 這重點我待會再一一跟大家做解說 關於個股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做解答 到底這個盤有些股票 我是覺得那個危機真的都沒有解除 甚至有些個股可能風險會更大 所以我們現在上半段單元裡面 還是一樣把整個國際金融 先交代清楚 像大方向有沒有改變 沒有變嘛 聯準會都要 11月就要開始縮表 所以你說美元會走弱嗎 不可能啦 短線漲多只是走震盪而已嘛 對不對 那再加上什麼 你整個通膨的威脅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的操作 你要搶反彈就短線一點 那到底現在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來講個股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的指數稍微有談 不過力道不是很強 我們剛跟他講過 早盤開高走低稍微談起來 現在又稍微往下壓 就長那個 長不到白點 長不到白點 這幾天都這樣 指數就是耗在這裡 所以我剛在上半輪單元裡面 我們還是先把整個國際金融的問題 跟大家去做說明 因為你現在聯準會11月份就要開始縮表 所以美元後面還是會走強 因為他一連串縮縮表下去之後 都是要壓抑通膨 但是因為油價它還在漲 所以你那個通膨也壓不下來 再加上那個經濟好像已經開始有那種 衝不上去的感覺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那個停滯性通膨的威力就大增 所以國際金融的角度裡面來看 沒什麼改變 但是你會發現當美元已經開始漲多 稍微有點壓毀 人家南韓股市最起碼都還漲得上去 你台北股市這地方 怎麼搞得都會給你漲 好像漲不到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 好 各位 這就是我今天測標寫的 因為我們結構是虛弱 什麼叫結構虛弱 我舉個例子來給大家看 你注意看 今天你會發現到 那個跌比較深的 比方說旺涵稍微有彈一點 長榮是不是都有彈一點 對不對 既然彈起來了指數應該開始 比較像樣的上漲 可是目前沒有 可見很多個股市長不上去 好 我們來看 算式結之後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這幾天 稍微震盪跌下來的時候 融資都大減了 融資都有減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幾天 融資減的股票把它拿出來看 你看齁 就大概這兩天嘛 禮拜二禮拜三嘛 今天禮拜四了嘛 禮拜四今天還不會出來 對不對 大減什麼 長榮 陽明 萬海 玉明 星星 星星 航運類股 電子類股裡面的 有一個叫群創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嘛 因為群創到昨天還來創波爛低點 因為這一段下來你會發現到 跌翻天啊 從32塊多 跌到現在看到16塊腰斬 對不對 所以融資就大斷頭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仔細看齁 除了航運類股 面板股之外 大成鋼 葉輝 中鋼 是不是鋼鐵股 對不對 你看齁 最近為什麼一些個股融資都在減 航運 跟鋼鐵 好 我們來看嘛 以航運類股裡面來看 長榮從233塊跌破100塊 股價是腰斬在腰斬 那我不要說你買在這個地方 因為買在這個地方的人 這個地方打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融資就已經減了 被斷頭了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融資都還在大減 因為融資是在這一段跌下來之後 這一跌下來就已經跌了三成了 那更何況 你不可能去買到最低嘛 你有稍微買高一點 買高一點的話 到這三成到四成 跑不掉嘛 那我之前跟他講 你融資 你用融資買進去上市的話 維持率是166嘛 你破130你就要斷頭了 那可見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融資為什麼會殺 因為受不了啦 沒辦法 你不殺券商也叫你殺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啊 當整個航運類股 這一波跌下來之後 很多老師都叫你不要賣 不要賣不要賣 你賣了明天就後悔 這裡會破底翻 結果再破底嘛 跟你說甩教啊 洗盤啊什麼東西的 我跟你講講這些 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啦 為什麼 因為你看嘛 長榮 陽明 望海這些 融資都被斷頭斷出去啦 不是嗎 那當然很多老師會跟你講啊 你不要去做融資啊 你做現股就好啦 是不是 好 各位 站在一個老師的立場 我們都很不喜歡說 啊 會員你去做融資啊 因為那風險比較大 可是呢 會員是不是用融資買 還是用現股買 老實講我們也不知道啊 因為有些人就是資金不夠多嘛 希望想要多賺一點嘛 你又講得這麼好 所以呢 會員會去用融資買 我覺得 我們不喜歡啊 但問題是一定會有嘛 你都說全部用現股買的人 有那麼多資金的人 我覺得也畢竟是比較少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啊 當這些個股跌下來 好不容易看起來 你就彈起來喔 很多人會跟你講啊 今天彈多一點點的 比方說像萬海 是不是 有多一點點 沒有多多少啊 到現在為止 你看也是開始 又流上引線了嘛 是不是 很多人會跟你講 你看我是不是跟你講 叫你不要殺低啊 你看是不是彈起來了 只能跟你講 這裡今天又會彈 我說那已經沒有意義了啊 因為你看融資減成這個樣子 你的會員都不會用融資買嘛 怎麼可能 一堆都用融資買啦 也代表一堆會員死光光嘛 不是嗎 會員都死光你在那邊凹什麼凹 你把會員的錢把它凹到死掉 所以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啦 所以你會發現啊 航運類股的融資都已經在斷頭了嘛 那剛也看到了嘛 鋼鐵類股的融資也都在斷啊 是不是 中紅這一段跌多少 跌超過45%耶 融資增加最高的是在這個地方耶 那可見呢 一定有人叫你買在這裡嘛 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嘛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嘛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這一跌下來跌了48%耶 那融資早就斷頭 因為你買進去是166啊 你跌了四成之後 只剩下一二級啊 現在又跌了45%48%左右 只剩下一一級左右嘛 所以你知道啊 沒有意義啊 會員都死掉啦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們的投顧當老師 我說我們不希望說 會員用融資買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用融資還是用現股啊 但是我們試想一定很多人用融資買嘛 對不對 除非你今天買的股票 它本身就沒融資嘛 那就沒什麼問題啊 可是我們從目前的現實面來看 什麼鋼鐵航運全部都斷頭了啦 這哪會員都死光光啦 那當然你也不要想說 鋼鐵航運不好 電子股也沒好到哪裡去啊 你注意看嘛 最近有些個股 高檔震盪的股票都已經讓你看到 好像有那麼補跌的現象喔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喔 你看這些股票 高檔震盪的股票都在開始走補跌嘛 你看南電也是一樣嘛 是不是 你看星星嘛 台荒電嘛 這些都高檔震盪股票嘛 看起來照這個時間點 你都會發現啊 怎麼搞的那種高檔的股票 最近已經開始有那種補跌的現象出來 因為投不出來了嘛 是不是 你看啊 這些個股都這樣啊 都這樣啊 是不是都這樣 那可見的說 你台北股是到現在為止 為什麼指數漲不上去 不要說你弱勢的個股先談不談啊 談也談不了哪裡去啊 但是你今天本身 比較強勢的個股 他已經做頭要跌下來 這個結構我之前已經跟他講過了 我就說這結構就不對啦 除非你弱勢的個股 真的全力談 那你強勢的個股不要跌喔 好啦 如果是個股你不談就算了 你強勢的個股能夠續搶 這個盤也撐得上去啊 所以為什麼台北股是到這個時間裡 你會發現 怎麼搞的反彈是成這樣子 那就因為你本身的結構不對嘛 當你的指數越不強 然後又稍微走弱 又稍微走弱 這就會造成什麼 你市場的融資啊 那個斷頭壓力一直在嘛 所以我就說到現在為止啊 這市場就很好笑啊 做航運鋼鐵就每天罵電子啊 每天跟你說有標股做電子類股的 就是罵航運鋼鐵啊 從當時7月份一跌下來就是這樣子走啦 我那時候每天就跟你講 你覺得這樣對嘛 我只要走到這個時間點 大家心情都不好 要不然盤跌成這樣 一堆股票都套牢 我又跟他講啊 你不要亂做 對啊你做了那麼多 到現在為止 你都一點討不到便宜啊 你的老師每天是在凹沒錯 問題是對你有什麼意義 你從融資買的到現在為止 你都已經被斷頭了啦 會員死光光繼續凹凹凹什麼東西 所以我說該停損你還是要停損 你早點停損你不就沒事嗎 是不是 當初破線你就停的話 你後面少賠三成啊 你多少拿點資金回去嘛 不是每天凹哪一天總有凹到對的 可是會員死光光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整個盤未來要怎麼去走 短線上面我是認為啦 因為如果美元還沒有走強 你短線排股多多少少 還有機會反彈 但是因為你整個結構面 他在這個時間點還是偏弱啊 那怎麼辦 你要預防什麼 現在美股這三大指數 只要有一個出現變化 我跟你講 我懷疑後面還有一段崩跌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目前看法是這樣 因為道瓊離前低 高科技股離前低 你費半已經破前低了嘛 你現在看7月份這個低點 現在不管你哪一個指數離前低啊 大致上只有2%多而已啊 如果美股一有震盪 反彈失敗或反彈結束 或美元一直偏強 或油價繼續走高 我跟你講這都有發生的 有機會發生喔 你美股只要有一個去破前低 我之前跟你說過啊 萬六就未必是支撐 希望萬五附近有支撐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好不好 今天先把整個盤事先跟大家做說明啦 因為這盤就是這樣子看 那有需要幫忙的 你再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